Lalala 乾杯 身體健康 大家好 身體健康 你教過健身學生都很厲害 法哥教過 楊子晴教過 你呀 法哥是一個怎樣的學生 法哥 我記得那時候 去到那裡我都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一個小時 去到那裡一定要兩個小時 拍電單車就在門口走進去 為什麼 我叫我法仔哥就行了 我記得第一句 然後我走進去 從頭和傻子到尾 一直在開玩笑 有時候這樣做 然後不用說 她的太太又超級好 超級傻子 然後又經常煮的東西給我吃 我想起碼是十幾年前 那你有沒有哪個學生 你教過你覺得最印象 就是這個學生我真的最喜歡 我不用說這個 這個不是學生 這個畢業 她現在比我厲害 我跟她的 我現在不夠她取 我現在用她做標準的 如果我那天感到她 我就很晚 這麼厲害 一番五年前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去維園 不知操練的時候 還是十二點鐘 那時候我們操練得很厲害 然後我受不了 我學上雲 我的心 還是這樣 不 現在已經不是 她說第三次 砰砰砰 我已經 砰砰 你也有這麼多運動的經驗 有得訓練過這麼多不同的人 有一個人 任你選一個人 你可以訓練他 你會想訓練誰 我會選 全世界最想健康的 最想健康的 不是我選他 這個答案很好 對 我不會選擇你 我希望你自己選擇 你很像學家 很像學家 我告訴你 我們有多少人 我會提供給他 是的 真的 免費叫別人來 你來吧 如果第一課不行 我送三課給你 是的 沒問題 免費也不敢來 是的 免費也不敢來 洗了一課後 我一定會弄他們嘔吐 是的 還要拍照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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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種自戰話 很接近 可以過來 先說一下 你這樣說起運動 我也想問你Alex 其實我想方力生和游泳這兩件事 是一想起方力生就會想到游泳 游泳就是方力生 但是在你生命中 你覺得游泳除了是一個運動之外 其實在你人生最大的影響是甚麼 其實這個運動改變了我所有的性格 你覺得性格也有 為什麼 你想想其實他都說我現在到今時今日 我都不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但我曾經游泳游得這麼好 我都是沒有什麼自信的人 所以如果我一開始沒有游泳的時候 我的自信是零的 你沒有自信 為什麼呢 不知為何 這個自信是哪方面的自信 你覺得自己很沒用 我臉皮很薄 我爸爸經常說的一個故事 他帶我去快餐店排隊買東西 那時候我可能只有八歲、九歲 然後隔了一會我還沒回去 他走過去看 我永遠還在龍尾上 永遠有人逼一逼 我便會被人走 我直進去 我先走 那你開車 你開車過去的隧道 你真的不能過 我爸爸說我很奇怪 不是呀 乘小巴不會下車 如果沒有人叫下車的時候 為什麼會叫的 我開到游泳的時候 剛剛開始游得好一點 真的有個鬼仔跟我說 他說英文 即是說 I'm gonna beat you 然後我說 啊 變了嗎 不是呀 我就說 OK OK 那我就算了 但是你有鬥心的 鬥心只是游泳 我進行也沒有 所以又是很簡單 我爸爸和我媽媽說打開報紙 新人經常做活動 很簡單 找我兒子很簡單 打開報紙 看到一張照片 先找摸在下面那些 摸在下面那些不見 左邊那些 左邊那些 左邊後面那些 可以 這樣一撞到那裡 他永遠不在中間 那會影響你的演藝事業 其實這個性格 都會是這樣的 尤其是我 所以我不是說 我前年由環島泳的時候 回歸在一個運動的感覺 我就最舒服 就是當我努力一點的時候 我距離的目標就近一點 在這一行我經常覺得 我當然可以做很多事 為自己可以增值 但是我也是覺得 是很被動的一行 而且我覺得這一行 不是鬥回來的 我不懂得怎樣去鬥 可以鬥到這一行的地位 位置那些機會 我不懂得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我自己這個人 是比較容易 容易知足一點 但是也會令到 給別人的感覺 是好像很不上進 或者好像很不在乎 其實有時候 你會給別人的感覺 好像很不在乎你的工作 可能機會又會少一點 可能別人會覺得 我放心都可以 他有很多事情做 他又可以做這件事做那件事 但這個機會不用給他 可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還有我整天心裡 覺得自己做得好 別人就會找我 絕對是 其實這行又未必會這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可能也是 又是跟著Orlando多了 是 有時候又找了我 就是看著Orlando 他也很開心 他這樣也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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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甚麼我這樣 不可以像他那麼開心 我那裡有空 不如去吃火鍋 兩個人說 好 在我的工作室 不好 樓下超級豉油買牛肉 好 就是這麼隨便 隨著自安 沒錯 享受活在當下 這行的矛盾就是 你很有鬥心的人 很激烈的 他不要找他 很激烈 又太激烈 但你不激烈的時候 他好像也沒甚麼心 不要找他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是做到自己最舒服的 當然 例如像Alex 他現在有自己的家 又會有多點衝勁 就像我現在 我又不需要養老婆 又不需要養子女 可能又會處在一個 比較舒服派 你看到他做事 就完全是為家 也不是 又不是嗎 你多生一個 當然 那樣是很重要 但我還是很享受舞台 不是上舞台 純粹為了賺錢 那你上舞台 也是一個動力 我知道你沒有錢也上 但會否到現在 我知道你現在有自己的時裝品牌 是 這也是你自己很愛的 passion 研發到你現在做這件事 其實我很小時候已經 很喜歡看超人卡通 因為他們每一個超人都有一個造型 身上那些線條 我也很喜歡 然後大了一類的夢想 就是想做一個時裝設計師 但這個實在是太難了 當自己去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自己有一些 我覺得可以投資出來的錢的時候 就想自己成立一個時裝品牌 但這個時裝品牌可以告訴大家 它是在藝術方面是成功的 但在商業方面是絕對失敗的 因為背後每一個懂得操作生意的人 在打點 但我覺得很奇怪的 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十年之後這個品牌 中間停了 中間停了 差不多有七、八年 我便遇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夥伴 於是一起 不如我們再把這個品牌做起來 同一個品牌再重新駕駛 同一個品牌 有沒有可能呢 好 我們試一試吧 現在這個品牌是繼續生存 慢慢的越來越好 主要是一個內地的市場 我看到是杭州 對 是一個時裝表演 我覺得是 因為那時開始的時候 這個品牌做不到時裝表演 現在我們做到時裝表演 但它是很影響我們的時代 你知不知道 你會因為一個人紋了一個身在你身上 然後學習紋身 他當時很厲害 不是陳浩嵐 第一個是他 當時我記得你紋了一個驚激 在手上 驚激 有多少人紋驚激 我約乾完之後 就做了一個電視節目 就是做一個紋身 上了一個紋身的師傅 然後看到我便說 杜先生 多謝你 就是幫他賺了很多錢 我賺了很多錢 對 幫他賺了很多錢 他也上去紋這個驚激 所以他做時裝便是對的 對的 他是一個專注者 然後人們便會跟隨 還有好像剛才Orlando說 可能一件事 可能你十年前 去做這個時裝品牌的時候 做不到 但不要覺得那件事是錯 或者失敗 反而在那裏學習 那個拍檔不對 那我十年後找到一個拍檔 我又可以再做 對 很有鼓勵性 我十年前做的訪問節目 不能做 現在找到一個拍檔就行了 完美 找一個比你大22年的 也是一個紀錄 也是一個紀錄 絕對是 我爸爸是 基本上不知道 我在讀小學幾年級 我是沒有自大狂的 只有你一個人有的 哈哈哈哈 問題 成為了 小學很ь Frankfurter 作詐 是